我国军事实力的增长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 我国对某些武器装备的制造研究 甚至已经超过了西方国家 这是令国人感到十分自豪的事情 近日有消息团出 中国即将接收一款新型武器 自从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问世后 凭借其优秀的反导性能 迅速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都想采购这款装备 其实早先我国已成功采购第一批该导弹系统 但是在交付运输途中遭遇风暴损毁 导致我国不得不签订 并等待第二批该导弹系统的交付 但一直迟迟没有消息 就在近日 有媒体报道称 第二批S400防空系统 将于7月底开始通过海运方式交付中国 此消息一出 让很多关注该系统的人士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许多军事迷纷纷表示终于是盼到头了 要知道 S400防空导弹系统 对于我国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款购买的武器 除了能够加强我国国防外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有利于我国借助该系统来研究出 更加先进更适合我国的防空系统 因此 该导弹系统对于我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据了解 此次交付中国的S400 包括团指挥车 S400发射车 装填车 雷达 能源补给装备和配件等 同时为了避免发生上次 被自然条件干扰甚至损毁的事件 这次俄罗斯向我国交付整套设备时 将会使用三艘货船 并且这三艘货船将会在不同时间起航 更有意思的是 一般国家都会选择 购买S400系统中的 射程远达400公里的 40N6导弹 但文物采购的却是反导能力更强的 48N6E3导弹 这点的确很让人意外 其实这样做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我国在防守方面 已经做得几乎完美 不管是什么样的装备 都会配上一套高水平的防御系统 同时我们需要知道 即便装备攻击能力再强 没有好的防御系统 同样会一瞬间化为无有 因此 只有在防守力度大的情况下 我们才能把装备的攻击力 发挥到极致 所以有不少网友表示 五国选择购买这款导弹 是十分明智的 有没有攻击 MING PAO TORONTO